第36讲,我们来讲一下指申机和小指申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块肌肉的附着点 那么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小指申机 这样走行的 这个是指申机 指申机 那首先指申机它的起点在弓骨外上刻着位置 经由申机这个总见证 那么往远端走最后附着在第二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中间和远端指申机的后面 所以才能申机 那么还有小指申机 它也附着在外上刻 那继续往远端走 也附着在中间和远竭指申的后面 所以小指申机相当于是协同指申机来伸小指的一个肌肉 那么这两块肌肉的功能 由于这两块肌肉都跨过了万 都跨过了长指关节 还有近端指申关节 以及远端指申关节 所以我们先说这个大的肌肉 指申机 它可以伸第二到第五长指关节 万关节 还有近端指申关节 以及远端指申关节 远端指申关节 可能对比如二三四 它的功能就没有了 但是它对于这个万关节 也是有伸展这样的功能 那么由于指申机和小指申机 它跨过了肘关节 也有轻微伸肘关节这样的功能 但是这个力量相对比较弱 这是小指的伸展 当然还有包括其他的 整体的这些肌肉的伸展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块肌肉的临床分析 那么如果指申机 小指申机出现了 急慢性的过度使用损伤 一会出现局部的疼痛 会出现有时候就是网球肘 那么会放射到 二三四五 这几个手指的背侧 以及前臂后方 如果这个肌肉出现了损伤 造成了出发点 或者是扳机点的话 那第二个是生物理学分析 那这两块肌肉 其实最关键 我们要给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指申机 指申机 指申机是前臂后方 基本上是靠中间的一块肌肉 那其实它位于尺侧 腕曲肌 大概在这 还有这个扰侧腕短身肌 这前面我们讲过 腕短身肌 两个肌肉之间 两个肌肉之间 那么现在你可以做一下手掌的伸展 手指手掌的伸展 以及曲曲 以及曲曲 你会发现 曲曲比伸展的力量要大得多 原因是什么 原来我们平时手主要是做曲曲 抓握这样的动作 我不需要伸去抓一个东西 所以 所以这个曲的力量比伸的力量要大 那么在解剖上它也有这样的基础 伸肌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指申机 相当于是一块肌肉吧 即使加上小指申 这算一个层次里面的肌肉 那么曲肌 前面的曲肌是两块 一个是直浅曲肌 一个是直身曲肌 所以从结构上来讲 从解剖上来讲 曲肌有两个大的肌肉 而身肌只有一块相对比较大的肌肉 那么再有 再有 那正常情况之下 由于曲肌比身肌的力量大 这种激张力不管是激励都大 所以你会发现 看你现在放松 放松状态 或者说你的手的休息位 这种功能位 就是手指做曲曲这个状态 你感知一下 手指是曲曲状态 是吧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整体上来讲 曲肌比身肌力量要大 那当然了这个是和我们的功能是相匹配的 我们抓握拿东西 这个最关键 最重要 所以从发育时代的角度来讲 你个小孩刚出生的时候 那就是攥着手指 攥着手指 所以曲肌上发育的时候也相对比较早 生肌是慢慢慢慢后边才发育起来 所以曲肌也容易短缩 生肌本身也容易薄弱 也容易薄弱 那么其实对于生肌和曲肌这样的生物力学分析的话 你也可以感知一下 两边手在功能位 在休息位的时候 哪一个曲曲的角度更大 如果有攥着拳 你平时喜欢攥着拳 那说明这个地方的曲肌太紧 身肌太薄弱 那现在你可以做另外一个动作 就是你先把手攥住拳 接着打开 看一下两边一样不一样 如果在伸展的时候不一样 那说明不一样这些次 或者不适感 伸展 把手打开这个力量弱的话 可能提示止身肌 当然还包括小止身肌 这个地方 功能的障碍 那它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那接下来我们分析 止身肌 它的神经支配 是这个神经 饶神经 它的神经支配 是饶神经 那么饶神经 饶神经和这个我们讲的这两块肌肉 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如果 如果饶神经受到卡压 饶神经受到了 鸡肉 这个时候出现了 这个鸡张力的增加 出现了 这个神经 电信号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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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常 而造成鸡张力的增加 那所以 这两块肌肉 如果 里面有触发点 里面有 调缩 它的原因可能和这两块肌肉 本身的损伤有关 也有可能 是支配 这两块肌肉的 神经 饶神经 受到了损伤 那饶神经 容易损伤的部位在哪 一个是 这 这个位置 就叫饶管 定位就在这 那也有可能 神经 再往 近端走 再往近端走 在这个位置 宫三头肌 内侧头和外侧头 和宫骨所形成的 饶神经管的起始部位 那这个地方 如果有问题 也会造成 当然 再往上 可能是胸阔 出口 这些位置 比如斜角肌 搜骨下肌 胸小肌 等等 那么这些生肌 如果出现了问题 也有可能 是筋膜链的问题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 这个筋膜链 斜方肌 附着在 在这的附着 在肩胛 杠 肩峰 锁骨的外侧 那么和这个地方 附着相同的肌肉 是谁 三脚肌 所以斜方肌和三脚肌 接着外侧肌间隔 外侧肌间隔 到外山科 到 身 身肌 到身肌 尤其是我们刚才讲的 直升肌 那所以 直升肌 小 小指 身肌 如果这个地方 出现了问题 可能和斜方肌 颈部 和三脚肌 肩部 和外侧肌间隔 出现病变 有关 那反过来 也是一样的 直升肌 这出现了病变 出现了高 硬力点 触发点 它也可以通过 这个筋膜链 造成三脚肌 或者是 斜方肌 的问题 而造成 颈部的不适 那这个图 显示的是什么 这是斜方肌 这是三脚肌 外侧肌间隔 身 身肌 这块肌肉 这两块肌肉 这么重要 它怎么触着 我们看看 这个姿势 手放在大腿上 做一个悬前 把手和上肢的后方 暴露出来 那么这两块肌肉 最主要的功能 是伸直 伸腕 所以你可以抗足 让它伸直 伸直 来感知 这几个肌肉 以及往下 你可以摸到 机械 其实功能检查 筋膜 肌肉的功能检查 一是让它做动的 二是要精确的处针 看里面有调索 有没有高硬力点 这是最关键的 那这个肌肉 如果出现病变 我们可以用针刺 用手法 用等等其他的物理的方式 甚至化学的方式 我们打药 来进行处理 那还有一种方式 是什么 肌肉的签障 这个肌肉 最重要的功能是 伸腕伸直 那我反过来 趋腕趋直 有微弱的 伸肘的功能 所以我就要趋肘 趋肘 这个地方 趋腕 趋直 来签证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其实这 两块肌肉 非常的关键 关键 我给大家说一个 比较关键的点 所有的病变 几乎所有的疼痛 包括内脏疾病 很多时候就会 中止于人体的终端 这个原理 如果非得说 最终的机制的话 搞不清楚 但是知道 从这个地方进行治疗 对很多 这个症状 尤其是疼痛的环节 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这两块技术 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关键 我们就需要了解 这块肌肉的 基本的解剖 其指点 以及功能 那还包括处置 那第二方面 我们前面讲的 那几个方面 生物力学分析 出发点 出发点以后 造成手指的麻木疼痛 局部的疼痛 这个生物力学分析 我们也讲了 它和趋肌之间的关系 神经卡压 和饶神经之间的 这个关系 筋膜链 它和斜方肌 和三角肌 和外侧肌间的 隔的关系 所以我希望大家 看待一个肌肉的时候 不仅仅是孤立的去看它 而是它和人体 全身可以练到一起 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是肌肉和筋膜的思路 我们应该有的 那以上就是这两块肌肉的 全部内容 希望我们的讲解 对大家有所帮助